首先要來看到的就是年底的這場選戰 那麼由於國民黨是突然宣布徵召前行 行政院長張善正來參選桃園的市長 那麼之前爭取提名的羅志強就回應說 他感到相當的驚訝 錯愕 五味雜陳 他也說自己需要沉澱一段時間 好好的思考 思考 再來報告 今天一大早羅志強他就在臉書上投PO文了 他說我知道這一陣子有很多人為我不捨 但我想說的是個人的委屈不足掛齒 真正讓我感到不捨的是 疫情下許多人民的痛苦 當疫情威脅到了父母孩子的生命健康 當疫情打擊了丈夫妻子的工作和經濟 那樣的恐懼 惶恐 無助 無奈 我反覆的聽文之鼻酸 他也說預告了明天早上8點 他會從中立火車站出發 一步一腳印要來為桃園祈福 好那麼對此他的好朋友台北市議員 游淑慧就表示說 希望國民黨對於島內同志 除了政治輸贏之外 要多一點溫暖還有人情了 另外前立委郭正亮則是表示說 羅志強參選2024立委空間還是很大的 他的努力大家都看得到 那麼中廣董事長趙少康則是認為 他說志強的努力跟誠意 桃園的鄉親點滴在心頭路不會走窄 黑暗只有一寸給了他一些鼓勵 那麼國民黨徵召張張善政來參選桃園 引發了一些地方的反彈 昨天張善政是有發文道歉了 坦承沒有顧及地方的反應 在自我反省也預告週一會出面說明 在道歉文當中他還有點名了 就是這個桃園市議長邱逸勝 那麼他也在自己的臉書貼出了 這個短短的文章內容就提到說 三個合作引發了外界的遐想 邱逸勝他在這個臉書貼文下方 還分享了一篇短文 這個短文內容有提到 小合作就要放下態度彼此尊重 大合作就要放下利益彼此平衡 一輩子的合作就要放下性格彼此成就 等等這一番話 但是文章內容跟這個時間點 格外的引人遐想 那麼因此今天要 我們前面提到說這個張善政 他被點名要徵召來參選 下一屆的桃園市長 那麼因為這個角色過程 被基層批評很粗糙 所以張善政他也在臉書上頭 表示道歉了 希望可以止血一下 那麼他怎麼說 他說這一次接受了 國民黨徵召競選 桃園市長 希望可以改變桃園 改變台灣 但沒有想到引起地方人士的反彈 讓原本期待的一樁美事蒙上了烏雲 他說我自我反省 即便自己初衷 都是為了一個桃園更美好的未來 但是這個思考過程 沒有顧及到地方人士可能反映 或是先行私下溝通請益 的確是有檢討的空間 所以張善政也說 他誠摯的向所有桃園的鄉親 還有全國關心桃園 關心我的朋友來道歉 尤其是對桃園貢獻諸多的 這個邱毅生議長 還有呂玉琳立兒委員 以及羅志強先生更少說一聲 是我疏忽了 對不起 那麼對於魯明哲還有萬美林的指教 還有關愛也一併表達感激 而國民黨黨黨主席朱立倫則是表示說 這幾天有一一致電給桃園在地的議員 對於溝通不周表達了歉意 也拜託大家一定要支持張善政 讓他帶領桃園來繼續發展 他也表示所有的責難他會一肩扛起 桃園一定要贏 他強調說會再次的登門拜訪 希望向大家來致歉 肯托大家一定要團結了 那麼羅志強就表示他個人委屈 跟不委屈並不重要 周三的時候就已經放下了 所以他不需要任何人的道歉 未來自己該走的路就是要走出黨派 走近民眾來服務人民 那麼他也說了預告有新的計畫 要再來向大家說明 好 對於這個國民黨內的茶壺風暴 今天我們就請到了請問孫大謙 大謙哥早安 謝謝 若宜早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 要來請教大謙哥的事 那麼現在整個國民黨內的氣氛到底是如何 那麼對於年底的選情又有什麼樣的影響 我想桃園的這一局 原本其實就是相當棘手 而且不容易處理的一個局面 因為我自己過去在桃園 擔任過14年的立法委員 那麼經營桃園大概有將近20年的時間 所以桃園市長的選舉 在這個提名的過程當中 因為有太多的波折 所以原本就已經造成了地方勢力嚴重的分裂跟對立 那麼就算真的強硬的來用黨內初選的方式來處理 這個這樣的方式 最終恐怕也很難得到黨內 這個目前為止 對立的各個勢力的共同的認同 所以其實我相信黨中在處理這件事情上 其實也非常的困擾 那麼會提出張善政這樣的人選 當然一方面是因為張善政的條件 的確相當傑出跟優秀 那麼也是一個具有勝選的可能的候選人 另外一方面大概就會 我相信黨中央在提名這個過程當中 也可以體會到張善政最後 可能可以變成一個雙方雖然不滿意 但是勉強可以接受的候選人 藉著這樣的方式來整合桃園原本 已經分裂的這個 以及對立的一個狀況 那麼所以從昨天開始 我們看到了秘書長黨主席 或者是張善政院長 都分別的先後提出了道歉 向地方的政治人物表達歉意 那我想其實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希望能夠爭取地方反彈的 這些政治人物的一些支持跟認同 至少能夠得到他們的諒解 那麼我相信其實不管是羅志強也好 不管是呂玉玲也好 不管是邱逸勝也好 特別是像邱逸勝跟呂玉玲 是我們長期在桃園 一起經營政治黨內的重要的夥伴 我相信他們心中可能會反彈 可能有怨氣 可能有不滿 但是他們都是非常熱愛 中國國民黨的政治人物 所以不管是志強 不管是這個議長 或者是呂玉玲委員 我相信他們也會放下的 那麼在這段期間 有一些不滿的言論的提出 我覺得是可以體會也可以諒解的 但是這並不代表國民黨一定會分裂 也不代表國民黨會瓦解 那麼當然能夠做出這樣的一個道歉 對於很多堅定支持 不管是呂玉玲或者是邱逸勝 或者是羅志強 甚至是其他的立委的 這些選民 特別是藍營的堅定支持者 也希望能夠平息他們心中的 憤怒跟反彈 因為接下來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張三振能不能勝選 那麼張三振如果能夠勝選 就有可能把桃園的執政權拿回來 同時也讓民進黨在今年年底的這一億得到教訓 我認為對藍營的選民來說 教訓民進黨應該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因為今天的一些風波 而造成了我們彼此力量的分裂 造成我們彼此力量的削減 而又便宜了民進黨 那麼這就是得不償失的一件事 所以很多人擔心說 這會不會是2016年換柱事件的翻版 我認為藍營的支持選民 已經在2016年學到教訓了 當年的換柱 扶植了今天的民進黨政權 其實我對藍軍的支持者有充分的信心 那麼既然藍營的支持者 如果能夠整合跟團結 那麼接下來要做的是 我們要如何在現有的基礎上 來支持新興選民跟中間選票的支持 我相信這是黨中央之所以要提名 張善政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們不僅僅是要得到藍營的 基本盤的支持 因為這個基本盤在桃園 不足以讓我們勝選 我們必須推出一個候選人 他有能力爭取到中間選民 跟年輕世代的支持 那麼希望張善政能夠扛起 這樣的重責大任 能夠帶領國民黨 把桃園的政權引回來 我們有三種版本的這個 水神的物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大坪樹的 那再來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